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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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泡衫穿起一套踢死一套上來 都看見超級風格 人家是正牌上等人 變成我們這些假裝上等 假裝而已 也對, 我們不同階層的樣子 沒那麼大的頭 真是別裝這麼大的夢 這個狂徒兩個月之內 頂了七次抗水彈 雖然未有人死亡 不過全香港市民都有人心惡惡 他犯案日期和次數會越來越頻密 他一定會再犯案, 還會很快 發證份報告顯示 天橋路面玻璃碎片的散步情況 跟之前幾個案子一樣 證實了一個鏟水樽 在超過五十米的高度扔下來 天橋周圍也沒有高樓大廈 會不會變態人用小型飛機 或者直升機航空呢? 根據民航署的紀錄 案發當晚有五班小型飛機 和直升機升降 全部的行動都遠離案發地點 賣機沒有可疑, 那小機呢? 現在很多人喜歡玩遙控飛機 遙控會不會利用遙控飛機 吊起瓶鏟水? 這個可能性不大 能夠吊起瓶鏟水瓶的遙控飛機 一定有很大價 飛機的時候發出很吵的聲音 但是根據這麼多次 找到現場的調查報告看來 都沒有記錄到有人聽到這種吵雜聲 那會不會是… 紫妖嗎? 可以說, 要吊起一個 裝滿強水的玻璃瓶 那隻紫妖就要摺到一隻A380那麼大 不是, 紫妖不行而已 氫氣球就行了吧? 厲害, 妹妹這個假設不算是不可能 如果可以用一定數量的氫氣球 綁住一個裝滿強水的玻璃瓶 將它放上天 那怎麼能控制到那瓶強水 何時掉下來呢? 我以前做過童軍, 我學過綁成結 只要移胸補一個活結 等玻璃瓶在天空飄發一段時間之後 玻璃瓶會因為它的重量 而令成結鬆開 終於打給我了? 還打算去大學找你 對不起, 剛才在做實驗 有事找我嗎? 打電話問功課 和你之前說的那件天空飛樽有關? Bingo 你認為那個狂徒是利用氫氣球 吊起玻璃瓶嗎? 這個假設也挺有新意的 我記得好像看過那篇報道 在美國曾經有人用130個氣球 綁住自己 半天吊感成功佔領了五公里 我搜尋到那篇報道, 我現在發給你 Professor King, 我們準備好了 不好意思, 我現在要開始第二部分實驗 遲點再說, 再見 先聊一會吧, 我的功夫很趕 臭小子, 現在我真的半天吊 阿占, 什麼事? No Sir, 有新發現了 今天我們巡邏的時候, 發現了黑色牛 掛在船上, 還吊著一條和軍繩 謝謝, 手足 阿占, 有行情嗎? No Sir, 村山甲的同事說 昨天巡邏的時候 也不遺有這些黑色的氣球 所以他們認為應該是今天才掉下來 No Sir, 電台通知 荃灣金山郊野公園發現氣球殘骸 都是黑色 照這樣看來, 我們的推斷沒錯 法證報告顯示 一條用來綁住氣球的繩 被驗出有被腐蝕性形體侵蝕過的印跡 而當中的法學成分 和早前幾個案件的腐蝕性形體一樣 都是相同濃度的強水 他們做過一個模擬測試 證實只要利用12個直徑8吋輕的球 就已經可以吊起以150毫米的強水的波力盡 氣球會被風吹 所以移空未必能夠完全掌握那些瓶的落點 有些會掉在沒有人的地方 因為氣球, 綁氣球用的尼龍繩 和銅軍繩都是黑色 而每次安發的時間也是天黑 這麼大的氣球就算飛上天空 應該也沒那麼容易被人發現 安發地怎麼這麼散? 那個移空究竟在什麼地方 把你求升空的呢? 拿著這麼大的氣球在街上走 很容易被人看到 氣球可以不幫助 上去天台或隱蔽的地方才搞 又或者在他自己住的地方搞定 才放上天空 不過香港的房子物質質 不擔保放氣球的時候 會被隔壁左右的人看到的 那倒是 如果他在自己住的地方 已經是最高的那層, 那就行了 天台一幅 這個也有可能 Lo Sir, 怎麼看? 我不排除這個想法 PC, 你和阿品 我問阿卓去買氣球、承結 五金銅化公園的店舖問一下 是, Sir… Lo Sir, 那我呢? 你和我去檢查一下我放空 放空?有嗎? 放空不是人, 是風向 這些關乎科學的東西 一定要找專人解答 天文台台獎? 酒物理台台獎 我們已經和天文台 拿了這麼多次案發當日的天氣 風速和風向資料 現在氫氣球吊著牆水 將隋風飄移 我想知道我們是否根據天文台 給我們的資料 就可以大概推算到發放的源頭 準確度不高 因為風向會有輕微的變化 氫氣球則會跟著偏移 這一點我也知道 但是法案資料有這麼多 數據豈不是值得參考嗎? 統計學上有一個叫做大數定律 或者叫做大數法則 在這類相關的事件當中 如果相關的次數越多 事件發生勤率 就可以吹向一個穩定值 如果數據越多就會越準確 雖然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不過我相信你會幫我獲獎 我去找助手審的項目 然後將數據輸入 經過電腦計算 再可以推斷疑空犯案的大概位置 但只是大概位置 區域範圍可能很大 也好過大海撈針毫無投訴一項 不好意思,我到時候上去做實驗 請問問 這頓是我們請的 不好意思 有什麼不好意思? 上次你幫了我移老 我還沒謝謝你 我上次有事都來不了,不好意思就對了 不用說了 你不讓我請,我不安心 不過這頓又不是貴一百幾十 這麼差勁,很肉酸被人取笑 那好吧,謝謝 我遲些把資料傳給你,再見 再見 我拿車,炸火等 好 大哥 謝謝一百二十元 好 菲Sir,媽子 怎麼每晚都做得這麼晚? 我煮了蓮子杏仁茶,筆碗給你 好,謝謝,媽子 你這個樣子捱得這麼殘忍 強水狂逃的案子很激手嗎? 有的了,有眉目的了 我想很快就能破案了 這樣就好了 這些壞人破壞公屋,擾亂脫罪 正人渣利 對了,大哥 你今天下午去大學做什麼? 我前陣子遇上以前學主的位子 他說去大學主在大學談的 我看他今天又放假,那就陪他進去 你之前說放星期四 今天是星期二而已 有人替他調假嗎? 別說那麼多,趁熱吃 謝謝,媽子 很香 大嫂,還不是搶過來嗎? 是呀 沒有,希仔有些通識教育的功課 不太懂得做,想過來問問你 好,警務署長再升級的 是不是就是保安局局長? 不是,警務署長和保安局 是第數兩個不同的部門 不過就這麼說,未必會明白 不如這樣吧 我上網印刷架構圖給你看 你就明白了 好,謝謝你,小妹妹 不用 我還想問,聽人說 只要跟積金局說是移民 那就不用等到六十五歲 都可以拿回那筆強積針 是不是真的? 如果真的移民就是了 不過有些人等錢花 虛報假資料,是刑事 試過有幾個人坐牢了 這麼嚴重? 大嫂,你為什麼這樣問? 你不是想… 不是,我隨口問問而已 不要亂想 我不阻礙你了,我先回去吧 小妹妹 大哥 希仔睡覺了 我不是找兄弟的 我拿一張圖表過來給大嫂 不行 他呢? 我去洗澡了,什麼事? 我其實也有些問題想問你 你們的經濟很不滿嗎? 怎麼這麼問呢? 剛才大嫂問我關於 拿回強積金的問題 不要亂來,騙政府是犯法的 小妹妹,過來了嗎? 是 我都說這些錢我會想好 你別煩這些事了 如果你真的搞得好 就不會兩晚沒睡覺了 我已經算過了 就算會融入金氣 把熊寶仔的二十多萬出來 還欠十多萬 老公,十多萬了 去哪裡找呢? 老公,你要這麼多錢幹什麼? 我不怕老實告訴你 其實今天我不是陪韋哲去大學 實情是韋哲想向大學的茶檔來做 想叫我合一份 你想學人做生意嗎? 我上次跟希仔學面試 人家問我幹什麼 我口白都不敢告訴別人 我做茶餐廳的夥計 我覺得很糟糕 如果我是老闆的話 不管他茶餐廳仔也好,劇天仔也好 說出來也好聽很多 你大哥不是介意別人怎麼看他 是介意希仔去面試的時候 被人知道他爸爸是做私營 大哥這麼做也是想希仔好 無可口非 只不過這樣,菲Sir和媽子知道了沒有? 菲Sir說他之前做生意被人騙過 有錢科,不想他再壞一次 大哥那次如人不熟 不可能每次都是這樣 其實菲Sir和媽子只能賺錢艱難 不想冒險而已 但為了他兒子,我下決心了 我跟人借也好,跟財務借也好 我也想再打算 與其把錢給別人賺的 倒不如比我還好 我平時沒什麼花費 我省省了,有二十萬的 二十萬? 犀妹妹,你肯借錢給我們嗎? 誰叫你是我大哥嗎? 你還是我欣人 欣人? 你忘了嗎? 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有一次我失去了書保費 自己又怕不敢跟菲Sir說 你不吃飯,慘慘慘慘 省了錢給我填數 總之你是胖子,我都會暈倒 那幾個月你抓了十幾磅 有什麼事嗎? 你忘了,像菲Sir所說 得人因果千年忌 犀妹妹,謝謝你 傻瓜,我們是兄妹 犀妹妹,你借錢給我們這件事 可否暫時不要告訴菲Sir和婆婆 是…因為館廳裡面一定要投標 免得我們擔心 等中了標,落實了才告訴你 好,沒問題 對 地圖上的藍點就是發現氣球殘屍的地方 紫紅點代表它在水中的落點 根據這麼多次案發時間的天氣情況 電腦分析了它們的移動途徑 對,歸立了十條路線 而這十條路線交出一個區域 戴個嘴? 希望我能幫到你們 從小到大 難答的題目也是你幫我答的 獎品就是你拿 這次我拿到獎,看你自己 要做完定計劃,做事 好,Sir 阿貴,這些出入紀錄吧? 警察,請問你這裡住幾個人 請問今個月七號 晚上九點至九點十五分 有沒有人在家? 好 誰打破東西? 正在看慘了就算好了 你們倆在找哪裡? 我是CID,想替你做份問卷調查 沒問題,Sir、Madam 不如進去再談,這裡曬 行了,我們很快就問條了 這間屋子有多少人住? 只有我一個 先生,你貴姓? 我姓張的 他想要這樣 這兩天在案發區域的九棟大廈 做了一個大型的問卷調查 得到數據顯示 那裡總共有一萬兩千位住客 除了孩子、老公、婆 還有案發當天不在家 只有三千多人 只是查這幾千人也很好 真是惹 這也好過茫茫茫在大海流針 當中這198個住天台屋的 我們列作較有可言 其實我們的範圍縮窄了這麼多 很快就能破案了 厲害,不要說得對 最壞打算是查了三千多人 一個月不行,兩個月 兩個月不行,半年好嗎? 希望那個瘋子這兩天 不要這麼快出來工作 不過我反而怕他怕了 不再出來工作,甚至鬆人就慘了 這麼大規模洗樓 兇徒一定有所警惕 他會有什麼反應呢? 他會按兵不動還是加快行動 兩人都有可能 總之都是那句,盡你二位 是,Sir 好可愛,好可愛嗎? 你又要這個? 謝謝 你要哪個? 你又要這個嗎? 很漂亮 你好 這裡是行人串容區 不准擺檔賣東西 Sir,別冤枉就冤枉,我賣什麼? 賣小? 你拿著這麼多氣球,不是擺檔是什麼? Sir,我送給人也有罪嗎? 過來看,過來選免費 小朋友,送給你 好,很適合你 我送給你,慢慢拿,慢慢拿 各位,派球來了,派球來了 拿球… 我認得你 早幾個月整天都擺檔賣球 現在我警告你,你再不走我就告你 Sir,我現在在這裡派球 沒有觸犯法例,你告我什麼? 還有,這裡是行人串容區 是被人走路的 不是被你瘋子在這裡亂吠 不是,我再警告你,你再不走就拘捕你 堂 我走沒問題,阿成 把其他人趕走,我就走了 有包派… 來,這個 是你的 什麼事? 是你的 人有非法打賣,又不接上哪個 警察,在這裡 警察,在這裡 在這裡 怎麼了?叫警察來,我怕嗎? 我在這裡免費派球而已 沒收過錢,觸犯什麼法例 Sir,我免費派球,沒用的 麻煩你拿身分證出來 身分證… 對不起,Sir,我少被人查身分證 你一查我的身分證,手震了 你不是拚拘嗎? Sir,什麼不小心也要拘捕嗎? 如果你收拾身分證給Sir 那就不用拘捕了 如果你不收拾,就對你亂拋垃圾 叫上庭罰款 不要再鬧事了,走 波哥 救命呀… 報告阿Sir,球升了上去,沒有跌下來 即是我沒有亂丟垃圾 報告完畢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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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正我需要狂窟 報告 Your 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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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 特顯對行人專用區 看到他和食環署的訪問 覺得他很有古怪, 七二杯 這個人叫張漢祥, 36歲 住在大幹咀高升大廈的天台屋 之前我們做問卷調查的時候見過 這個人表面上斯文有禮, 沒什麼特別 他是一個新移民 五年前在北京下臨香港 一心想當演員 但也只是做過特約 最後連Carrie Fair也沒得做 大約半年前 在旺角行人專用區辦小丑 賣輕氣球和扭扭球 他曾經多次和小販管理隊發生爭執 三個月前申請過中援, 但社署不批 什麼?又不批嗎? 不好意思, 張先生 因為你的資料還沒夠清楚 保證完之後再入市申請過 我這樣也叫不齊 你知道我半年武功開了嗎? 你們算做什麼? 不用這麼客氣, 張先生 你歧視我這身疑問 張先生, 你先別這麼留意 如果資料齊的話, 不需要搞這麼久 你現在是不是不相信我? 你知道我在上面很得人尊重嗎? 我演戲很厲害, 是一級國寶演員 只是下來才這麼混濟 笑什麼? 你狗眼看人低 我… 他像不像牆水? 張先生, 你冷靜點, 張先生 我最討厭人, 我最討厭人不相信我 我沒有, 我沒有 你們這些錢我不稀罕 就算死, 死得過了一點 不要… 我去便罷了 自殺 扮小丑賣興氣球 而剛巧就是搶水狂徒開始犯案的時間 而早幾天他又再抱頭 而且馬上跟小販管理隊又重起來了 犯罪心理學家說過 搶水狂徒的犯案特點 是沒有組織、沒有目標的 可能對社會充滿怨恨 令心理不平衡 他覺得自己被社會歧視、遺忘和虧欠 所以就對社會作出控訴和報復 說法,這個張漢祥真是犯犯都中了 又是住天台屋,又會扭博 那就是說他有機會學過打成傑 還要是賣了興氣球 初步看來,這個張漢祥真是很有可疑 不過沒有實質證之前 大家不要打草驚蛇 阿笨阿占,記得跟著他,看看有什麼 PC,查查他北京的資料,洗清他的底 是,Sir 秘兒,恭喜你 這新戲奪得康城最佳女主角 請問你有什麼感受呢? 我真的很開心,我一整晚都睡不著 而且我真的要感謝觀眾的支持 我要繼續拿來 那當你在台下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有什麼感想呢? 我不敢相信 然後就在那裡叫了幾秒 直到導演告訴我,恭喜我 我才知道是真的 你有什麼人想感謝嗎? 我當然想感謝導演 感謝他給我這個機會 而且我要感謝北京系列教學院的老師 要不然他們,我都沒有今天 那你未來有什麼計劃? 未來陸主學多些英文和網索 希望拍得更好的 先生,想買電視嗎? 這部是最好的LT電視 全高清播放,還有三個HDMI位 經理有話放過幾天 先生,不如過來這邊吧 我再介紹其他款式給你 我們一起吃飯慶祝 還有我自己也會買一對 先生,不好意思 我們已經夠了三門了 你搶你自己的 那個人很愣 這樣過這把你知道的 簡直是要命長 你瘋了, 傷勢不要連累我 看車, 老友 這傢伙真是傻傻的 雖然他不是中間分界 他肯定心理變態 張漢祥, 1992年 就讀北京戲劇聯藝學院, 高才生 老師對他的評語, 多數是贊舞壇 在學校參與過很多演出 連續三屆獲得最佳學員獎 拍過獨立短片 獲得校聯的最佳劇作和導演獎 他這麼有才華? 太聰明了, 性格高傲 在最後那年, 聚酒鬧事 打傷了教授畢業前一個月, 趕出校 教授夠膽打 真是高分低能, 不會做人 那就是說他當時已經有傷人的意識 那倒不一定 對, 他打傷教授 就因為他說教授抽他女朋友的水 原來那個女朋友 就是去了荷里會發展的…張美儀 難怪他在電器店 一見到張美儀接受訪問 就立刻看得頑固, 不願離開 張美儀低了兩級 他們多拍攝不久, 就發生打人事件 張漢祥沒得讀了 這段戀情無疾而終 以為是英雄救美 豈料搞到截墮爛尾 其實他本身這麼有才華 但就要淪落街頭做小丑 所以會對社會產生不滿 繼而引發了一連串反社會的行為 訂強水樽 雖然沒有實質證據證明 張漢祥就是強水狂徒 不過單憑這份心理的描繪 都可以抓他回來, 挫折他 是, Sir 上個月23號 傍晚六點至八點這段時間 你在哪裡?在做什麼? 我忘記了, Sir 怎麼樣?那天有沒有人跟你在一起? 阿Sir, 我說過很多次了 忘記了 阿Sir, 今早我起床吃過什麼 做過什麼, 我都不太記得 今天何況幾天錢的事? 你在這兒耍耍 阿Sir 我哥很兇, 救命啊, 爸爸媽媽 你在玩什麼? 我問你們在玩什麼? 幾十歲人的, 欺負過年輕人 知道那個醜字怎麼寫嗎? 熬仔只有幾歲而已 你們敢問我什麼? 親人大小嗎? 對不起… 我爸爸平時不是那麼兇 他怕我有事才是這樣的 你別抓他… 爸爸, 你走吧, 我沒事, 走吧 老公, 勞吵幹什麼? 是警局 你不是這樣嗎? 警局怎麼辦? 誰是開他的?我跟他死過 這次那本書二十四個比例 他是不是精神分裂? 這次真神靈假歸 媽媽, 帶爸爸走 我不會被人欺負你的 老公, 你繼續留在這裡 豈不是賺女士? 你… 北京戲劇聯藝學院高財生 可憐訓練有數 過獎… 不過剛才還沒熱身, 反應差一點 同一時間分析三個人, 難度挺高 我這一種就是俄國戲劇大師 史坦尼斯拉夫司機提倡的方法演技 就是學過戲劇的人都一定會 會看一件事, 還不做到一件事 不好意思, 這麼多位置, 警官 我看你們剛才問來問去三腹皮 打算搞氣氛, 開心一下 好了, 撈完了, 我們繼續 好, 隨便問, 警官 問完了 張先生, 不好意思 就我們這麼多補負的時間 上去出門 是, 警官 這邊 走吧 是嗎? 魯Sir不是吧?他有可疑的,你放走 一個演員上台演戲 最重要的是他捉緊觀眾的情緒 掌握演戲的節奏 他又走進這間房間開始 已經牽引整個審問的過程 控制了他的心理變化,情緒起伏 再問下去,也聞不到什麼 魯Sir,那接下來有什麼打算? 一個這麼有表演欲的人 他不是甘心靜下來的 他很快又會再忌仰 又會再想演戲 又會再反暗 24小時跟著他,掃到你那裡 是,Sir 是不是這隻黑色的氣球? 給我三包 好 警察,什麼事?Sir 剛才那個男人進來買了什麼? Jim,什麼事? 魯Sir,張漢祥一個早上買齊黑色氣球 搶水和一瓶氫氣回家 看來他又想再犯案 pensando還要出現了 我其實那個完全沒辦法 以後他不想搞定 我認識他 是,我已經過了 我記得想喝酒 是,我來怕他 囉嗎? 我不是你,我快把你搞定 那裡 在這裏 我應該是,我去天泡 我應該是,你 我應該是,我應該是 我們應該是 看來 我是,我應該是 你去天apat 他現在吃的即食麵, 一切正常 這傢伙很滋陰, 還喝了鮮奶 他把獎藏上架, 掛在牆上 調到對正開範圍, 一偷偷就看見傘 看你這傢伙真是很畫面以前的光輝歲月 所以說, 人真是不要太聰明, 天才多數悲劇收場 盯緊吧, 讓他走掉悲劇是我們 對不起, Sir 異空買齊駕, 應該很快去工作 今天不做明天, 明天不做後天 總之全天好盯緊他, 全程介備收不收到? Yes, Sir Kings, 什麼事? 剛剛結束了這個項目, 有一點時間 想看看你的案子有沒有進展 需要不需要幫忙? 剛剛找到目標人物, 現在正在監視他 P, 這麼快就找到異空了 跟我們之前分析的很問合 一個人住天台屋, 粉色疾俗 對社會很不滿 沒有朋友沒有希望, 典型反社會 還有, 他今早已經買齊了東西 氣球, 兩瓶強水, 一瓶興氣 應該很快去工作 那不阻礙你了, 幸運, 再見 再見 他現在將那些強水入瓶 現在入瓶 現在準備封口 現在他拿瓶興氣出來, 準備崩氣 氣球真的全是黑色的 異空現在做事, 大家準備好 是, Sir 張漢祥已經把十幾個氣球衝了氣 用黑色尼龍繩紮實 他真的將玻璃瓶 用黑色銅軍繩綁在氣球上 我們全都猜中了 他真的利用氫氣球把玻璃瓶吊起 繼續留意志姆的報告 阿芬 替我過去幫忙抓人 全世界等我命令 是, Sir… K, Sir 老Sir, 什麼事?沒事 我們現在去天台 氣球已經用活潔, 把強水瓶放好 他似乎要工作 PC, 怎麼樣? 好嗎? 等老Sir King, Sir 異空要放輕氣球了 等五次了, 抓人 是, Sir 全世界背後, 馬上撤退 我… 我… 沒事… 揭開了 揭開了 謝謝, Sir 真的沒事 沒事… 嚇倒了 真是哭心 張漢祥全身九成的皮膚被嚴重灼傷 加上腦部受過強烈的震盪 現在還在訓室 醫生說醒不醒得來 要看他自己的意志 其實他早就有自毀傾向 報局, 打算和你們抱著一起死 他潛意識絕對想死 怎會有求新意志 所以醒來的機會好嗎? 其實從我們高調洗樓做問卷開始 他還敢走出來擺當黑熱和銀燥 很明顯是一個佈局 所以他最後一次犯案 已經不再釘強水 拿無辜的市民發洩 也是挑戰靜制, 挑戰權威 將你們警方當作鬥爭對象 要不然你提醒我都不記得 氫氣球裡面的不是氫氣 其實氫氣和害氣 同樣可以令氣球升空 不過氫氣危險很多 因為異言性容易爆炸 相對害氣就穩定得多 所以政府有指引 所有公眾場所售賣或佈置的氣球 一律都要用害氣 但大部分人依然叫氫氣球 那害氣球真的很巧合 等於每個人都叫元筆 但其實元筆的筆心不是元 而是石墨 但沒人會叫石墨筆 幸好我熟悉你 我也奇怪 為什麼我在做事的時候 你不停地打電話給我 所以最終我也接聽你的電話 是熟悉的話 我第一次打電話給你, 你已經接了 你只是對你的女朋友熟悉 別說得這麼壞, 請你喝東西 不醉無歸 歸? 我現在有家也沒得歸 還有很多事要做 看來你會死亡 沒辦法, 獎品也是我自己拿 七個六 七個六 你怎麼搞的? 你會喝吧, 才可以散發嗎? 沒辦法 沒辦法 你已經賭定了, 走吧 什麼?我給人家 你看, 貓到你, 女兒都說不來 不對, 差不多散了, 我要交人了 散吧, 家說不來嗎? 走吧 早就說不來 不行, 我要放在廁所上 我打電話給你, 你自己去廁所 行, 我自己… 行, 行, 行… 我打電話給你 好汗 好汗 我打電話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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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汗 我… 在陣子收INE 好汗 你有 PJ 以訓過 我打電話給你 明明 想起想起也像加了軟體鏡一樣 給我高清版, 行不行? 你這麼遲? 什麼遲? 我知道我錯過了很多事 聽說昨晚你收拾了個美賽 我告訴他,他沒有告訴你 沒有 我只跟他說你收拾了一件好東西 之後那些四級的內容 你第一身自己說吧 像是嘉欣還是嘉玲 像是誰真的忘記了 我只記得他長頭髮 有一陣花香味,模型一籠 總之就很滑,這麼棒? 你後面那個不會是他吧? 你的六點鐘方向 他豈不敢看著你,是否想結束? 不過,春少一刻值千金,過去雙營吧 也要一夜夫妻吧 不用喝兩瓶才敢麻去吧? 你表演吧 好 你為什麼要走呢? 我們昨天這麼開心,今天就繼續吧 怎麼過了一晚你就變身了? 小姐,不是 先生,我想你認錯人了 哥哥 又是你自己跟我說你叫哥頓 想我叫你哥哥的 I love you,I the one 我還在外面 哥哥 我警告你 你現在這個行為有機會 捉犯香港法律245章公開條例 十七B2 公眾地方謂妖亂墮罪行為 還有,可以替你情騷擾 還在昨晚? 昨晚,酒醉三分醒 我認識男人還是女人 一定不是演藥派 你呀,跟他們說 我跟你無緣無緣 說呀… I love you, but you hate me 我… 直到終於不喜歡我 直到碰上一個 逃避一個 最不想躲不過 直到開始走不到我 直到终于不想走过 直到你擦身过 再认得我 彼此也再折落 长冬村